歡迎收看BLACK SQUARE GAMING,我是阿易 今天繼續和大家分享對馬戰鬼其他模式的配裝 而今天的主角是用半弓的獵人 一個好的獵人不會只是遠離戰場放下冷戰就算 還要有近戰的作戰能力和控場能力 另外獵人的決意都儲得很快 可以用絕技快速削減敵人的數量 這套裝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短時間內出絕技 可能你會問我,哪裡有這麼多決意 那你就要留意我接下來的內容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順手關注我們的Facebook page 其中一個回復決意的手段就是上一條影片說武士配裝都出現過 配了瞬間決意的煙霧彈 用煙霧彈就可以回復一點決意 而雖然近戰不是我們主要的輸出手段 不過都有些講究的 那我們選擇流水武士刀 作為獵人最頭痛應該就是見到盾兵 如果真的射不入 那我們也還有其他手段戰鬥 而且武器的連擊又快又多 也有利我們儲決意 大約兩組路途連擊就可以回復一點決意 記得配上增加攻擊獲得的決意 另外配上燃燒刀印發動狀態傷害 半攻方面我自己就用輕敏之靈 貪他可以直射 配上加快上戰速度和爆頭傷害 可以跟血之氣息相負相成 之後配上魔力彈藥 只要是軟弓就有機會造成流血 都是狀態傷害 護符就要用功能護符 減提高絕技傷害和縮短技能冷卻時間 另外再配上烈火大師 進一步提高狀態傷害 戰軍武器除了煙霧彈 我們可以配上黏彈 選以發射就可以有火焰傷 配合狀態傷害 控場之餘也是我們的攻擊手段 講完裝備就講一下技能 職業技我選了爆裂箭 爆裂箭射出之後會爆炸 是範圍傷害 附帶燃燒效果 因為煙霧彈可以給我們機會出暗殺的關係 技能我就配了血之氣息 嘗試暗殺後30秒內增加拉弓和上戰速度100% 在這個狀態下 你做完暗殺動作 用半弓快快手手射多2-3下爆頭傷 又可以回復一點決意 既然我配了這麼多火焰傷害 又如何少得狀態傷害這個技能呢 狀態效果的傷害可以增加25% 另外一個我覺得頗重要的技能是並重要害 如果你射不中頭 只射中身的話 還有50%的機會變成爆頭傷害 增加融錯率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想看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